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分析科网股最重要的是研究用户流量 当中初歌要认识两个名词 分别是DAU和MAU 无论是购物网 手机游戏 又或者各种手机应用程式 一间成功的科网企业 都要有高的活跃用户量 而量度用户流量的指标 主要有单日活跃用户量 即是DAU和单月活跃用户量 即是MAU 以手机游戏为例 DAU显示的是 每日登入游戏的用户数量 而MAU显示的是 最近一个月登入游戏的用户数量 这两个数字自然是越高越理想 DAU和MAU 除了要够高之外 还要够持续性 过往有些游戏 只是红一阵间 没有持续性 例如2018年初 曾经大热的旅行青蛙 DAU最高 曾经录得超过4千万 不过 在两个月之后 那份DAU 就跌到500万左右 再举另一个例子 腾讯在2015年尾推出的 王牌游戏 王者荣耀 MAU 曾经由2016年中的8千万左右 上升到2017年中的1亿8千万 一年之间升了一倍 王者荣耀 亦成为 腾讯游戏收入的重要支持 总结而言 分析科网股 手机游戏股 要留意活跃用户量 DAU和MAU 要高之外 还要持续上升 才算是优质股份